据香港媒体报道,影星成龙主演的电影《功夫瑜伽》原来跟太太林凤娇及儿子房祖明有关 房祖明去年因融流他人吸毒罪而被拘留在北京的看守所超过180日 期间念子心切的林凤娇足不出户,情绪低落 成龙曾说过为了排解太太的情绪 除了常保持高度联络,包括发短信,报告行踪外 更叫太太负责看剧本,替他选择拍什么戏 据知《功夫瑜伽》就是林凤娇在那段时间为成龙拣选的 认为剧本及体财新鲜 而《功夫瑜伽》是中国和印度首部合拍片 也是去年中印签约合拍电影后的首部电影 《功夫瑜伽》总导演唐继里在签约仪式上表示 这个电影里有寻宝、探险、动作甚至悬疑等当下观众最关注的元素 它将会是一部跨越文化、跨越语言 让世界观众都容易理解都喜欢的电影 我更希望这部电影可以反映中印两大文明古国 渊远流长的文化交流 以及其中传奇的故事与人文景观 据香港媒体报道 影星成龙主演的电影《功夫瑜伽》 原来跟太太林凤娇及儿子房祖明有关 房祖明去年因熔流他人吸毒罪 而被拘留在北京的看守所超过180日 期间念子心切的林凤娇足不出户 情绪低落 成龙曾说过为了排解太太的情绪 除了常保持高度联络 包括发短信、报告行踪外 更叫太太负责看剧本 替她选择拍什么戏 与之 《功夫瑜伽》就是林凤娇在那段时间为成龙拣选的 认为剧本及体裁新鲜 而《功夫瑜伽》是中国和印度首部合拍片 也是去年中印签约合拍电影后的首部电影 《功夫瑜伽》总导演唐继里在签约仪式上表示 这个电影里有寻宝、探险、动作甚至悬疑 等当下观众最关注的元素 它将会是一部跨越文化、跨越语言 让世界观众都容易理解、都喜欢的电影 我更希望这部电影可以反映中印两大文明古国 渊远流长的文化交流 以及其中传奇的故事与人文景观